在南投文化局副局长介绍之下 特别说明艺术家梅卡瓦利斯的画作特色 画风强烈 用色大胆鲜艳 脱离自然模仿且加入律动感 宛如与范骨齐名的高跟画家风格 在原住民画家中极少见之作品 令专家相当称赞 观看梅卡瓦利斯的作品 除了大胆用色 创作元素都是以原住民人物为主 而他灵感都是来自脑海中的印象 以及本身对原住民身份的认同感 我们原住民可以画自己原住民 不必非原住民来画 因为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比较直接的 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 然后从回忆我们祖先的生活一直到现在 女儿亚外梅卡首次作品对外展览 在地方艺术界更引起瞩目 以现代感的画作加入创新圆明元素 形成独具风格艺术作品 我的画呢都是基本上都是有表达一些原住民的故事 还有我热爱我的文化 然后我也热爱这片森林 也热爱这片土地 不要拘束在一个 说一定要拘束在传统里面这样子 就是可以跳脱出来创新一点这样 这次南投连展结束之后 这对赛德克妇女党艺术家 也将在11月22日 受邀在台北中正纪念馆做大型展览会 届时北部的民众可以异读原住民画家野兽派风格 原是西湖湖南投人来采访报导 休息一下